蔡英文这次到美国 虽然委屈也很风光 但是她得到的空头的承诺 未来如何兑现 还要看美国白宫的意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蔡英文会见麦卡锡 包含也会见了民主共和两党 18位议员加麦卡锡是19位 蔡英文认为这是她访美过程中的一大突破 当然这在过去很少见到的类似的现象 然而我们就必须要说 过去像无论是李登辉 无论是陈水扁 无论是马英九或者到蔡英文 坦白说了 这些参众议员的会面 是常有的事 那某一些参众议员 我们还认识 他们也曾经到过台湾 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回过来说 他们在美国境内 能够见到那么多 这个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尤其是他先后建的众议院 的院长麦卡锡 民主党少数党的党边 结果瑞斯 还有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这些人他都见 这个就说明了 美国国会是支持台湾 况且是两党共同一致的支持台湾 那过去常为台湾问题发生的 共和党 好 民主党是通常踩刹车器 那共和党是经常帮台湾发生 那现在的局势是完全改变 就是民主共和两党 就是一致支持台湾 这个就促成了蔡英文会见他们的原因 而美国的白宫也阻挡不了 中国大陆也阻挡不了 毕竟美国国会议员 她在美国政治上的地位 确确的说 她是不归白宫管辖 但是蔡英文这一次 已经不像2019 也不像马英九或者是陈水扁时代 就是说美国的州长 甚至于纽约州的州长 纽约市的市长 每一次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 陈水扁过境的时候 他们都是奉命作陪 但是这次通通缺席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行政体系 你白宫 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 那当然白宫的影响力 是在于说 他美国境内 他可以处理到 或者操作到如此的细腻 那这些人如果跑到台湾来的话 他就没办法操作 换句话说 这一次美国的白宫立场 已经说明的非常的清楚 这些国会议员你要见 那你见 但是蔡英文讲的所有话 不能够出国 出格 这个是我美国记者朋友告诉我 因为他们也访问到了 美国几个重要的行政官员 他们是对蔡英文讲 所有行程的安排 必须要相关当事人同意以后 才可以发布 那换句话说 蔡英文到了洛杉矶 他发布 他跟杰弗瑞斯的会面 他跟参众议员 四位参众议员 在纽约的会面 进行所谓的早餐会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新闻管制是管得非常的严格 那只有美方同意 蔡英文才能有所回应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几乎也在降格以求 蔡英文的降格 那美国没有提高蔡英文的规格 那蔡英文反而是降格 这也就是说 我们看美台关系的不对的 从蔡英文会见 所谓美国国会议员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间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不对的 那况且过去 像马英九 陈水扁 甚至于蔡英文 他们过进美国的时候 原先是不准讲话的 就是下了飞机就要到旅馆 甚至于不能 不能会见侨胞啊 等等啊 等等这些事项 但是现在可以了 就是美国也在放宽 他对台湾的管束 从这个角度 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 蔡英文这一次 会见美国参众议员 跟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他得到了什么 他得到的是一个空投的承诺 空投的承诺 所谓空投的承诺 就是说 他只能够 得到美国国会 对台湾的支持 但是美国行政单位 因为他顾虑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 美国行政单位 也是用放大镜 在检视蔡英文 这次的访美之行 为什么 因为美国 为了乌克兰问题 为了伊朗问题 为了朝鲜问题 他必须要跟 中国大陆打交道 因为没有 中国大陆的支持的话 美国在中东 在东北亚 甚至于在欧洲 很多政策 他没有办法推行 基于实力原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也在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是国会 去欢迎蔡英文 但是 蔡英文个人 没有所谓的形成自由 为什么讲 没有形成的自由 你看他发布一则新闻 也要经过美国的统议 你就可以知道 美国看管 他有看管的多言 这个是一般人 你很少能够领会的 如果不是我美国的朋友 他提醒我的话 我还不知道 美国的管束的严格 会如此之言 就是发布任何一则新闻 必须要由当事人确认 就是换句话说 如果麦卡锡不说 我要会见蔡英文 那蔡英文只要打太极拳 还在等待讯息 那事实上 这些讯息 老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要由美国国会议员 主动发动 而不是由蔡英文 主动公告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几乎管台湾 跟管他自己的孙子一样 这个对蔡英文的尊严来讲 我是不敢认同的 就是说蔡英文的出发 他有他一定的规格 这个规格 台湾必须要坚持 否则长此以往下去的话 美国怎么看台湾 那回过头来说 美国又怕中国大陆 会有极为强烈的反应 所以呢 他一方面压抑蔡英文 另外一方面 希望蔡英文返回台湾之后 他能够跟中国大陆 进行沟通联络 尤其是高层沟通联络的管道 必须要恢复 这也就是说 蔡英文为什么见两党议员 得到的是一张空头保证 因为毕竟没有行政单位的背书的话 国会议员讲的很多的事情 都是不算话 譬如说 国会已经通过台湾旅游法案 就是规定众议院的院长 或者美国的国会议员 可以邀请蔡英文来美国 但是我们看 美国国会自己通过的法案 台湾旅游法案 那麦卡锡敢邀蔡英文来美国保证吗 不敢吧 所以蔡英文他还是以过境的方式 那一部立法放在那个地方 你不要说台湾旅游法案 台北法案等等这些 五个法案放在那个地方 美国国会从来没有采取行动 邀请蔡英文访问华府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这次到美国 虽然委屈也很风光 但是他得到的空头的承诺 未来如何兑现 还要看美国白宫的意思